台灣兩個主要的政黨最有可能的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 都輸無統籍的柯文哲10%的百分點左右 這個原因確實在去探討 專業的政治分析、選舉分析 會去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什麼人會支持什麼人 意思就是說簡單說柯文哲是什麼人在支持 蔡英文主要是什麼人在支持 朱立倫的支持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優冠選舉支持的社會基礎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分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戰資訊的來源 他今天能夠贏得第一主要是因為他能夠獲得民進黨27.9%支持者的支持 國民黨27%的支持 兩黨幾乎都在2成7、2成8被柯文哲所吸引 這是一個要深入去研究的現象 第四個我們特別從統獨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柯文哲在統獨立場上現在看起來是一個社會上是有爭議的 到底他的立場是什麼 可能社會自己看法很不一樣 不過我們從一個角度去切入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做關於台灣人統獨倾向的分析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了解誰是獨派選民 誰是統派選民 誰是現狀派就是主張維持現狀的人 這些人他們各自的總統支持的傾向是怎樣 這個表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第一獨派我說過不是一次就是主張未來台灣要獨立的 這叫廣義的獨派選民 主張未來台灣要統一的叫做廣義的統派的選民 主張台灣未來還是要繼續維持現狀的 這個就是現狀派選民 從這一張表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獨派選民裡面有41.5%是要支持蔡英文 但是有4.6%的人說要支持柯文哲 那麼在統派選民裡面最多的人當然是要支持朱立倫 50.9% 但是在統派選民裡面也有36.9%的人要支持柯文哲 然後現狀派裡面42.7%的人支持柯文哲 那麼27.7%支持朱立倫 蔡英文總統主張維持現狀 但是只有15.4%的人支持蔡英文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狀況 重點是在於柯文哲從統獨傾向的角度來講 他之所以能夠位居第一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他除了獲得多數現狀派選民的支持 他也獲得各自三成五到三成七獨派及統派選民的支持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調查的結果 明年總統大選如果民進黨推賴清德國民黨朱立倫五黨籍柯文哲三人競爭 您較傾向支持誰 柯文哲34.1% 賴清德30.4% 朱立倫23.7% 這一個結果跟我們上面如果是民進黨推蔡英文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看到很清楚就是說在柯文哲賴清德跟朱立倫三個人競爭的情況下 柯文哲雖然仍然一馬當先但領先第二名的賴清德只有不到四個百分點 跟朱立倫的差距有十個百分點 那麼跟前面一種最可能的競爭組合比較之下 這樣的發現至少有三成意義 第一個 柯文哲在不同的競爭結構下都有單獨領先的優勢 雖然領先的差距明顯不同了 第二個民進黨由不同的人參選確實會有顯著的不同效果 如果是賴清德參選不但立刻躍升到第二位 而且只落後第一名的柯文哲四個百分點 事實上是不到四個百分點 第三 國民黨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候選人是朱立倫 在面對柯文哲跟賴清德的時候就淪為第三 而且落後賴清德6.7個百分點 這樣的一個結果到底是怎麼樣造成的 非常值得大家去分析去探討